你车车车停在这里 师傅 您让我停一会儿吧 我一会儿就走 你看看这个像什么样子 影响我们下棋了你懂吗 这地儿不是挺宽敞的吗 要不这样吧 我给您钱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我就走 我差你这点钱 我有钱我跟你说 开座 马上开座 气死人了 大叔 要不我陪您下棋吧 正好你们不是也没人吗 如果我要赢的话呢 我就等到老板来 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呢 就把这车开走 你陪我下棋 我的麒麟比你的年龄大几倍 你陪我下棋 那来一盘 真要陪我下棋 当然了 来吧 你不脑残吧 来吧 来来 来 我倒不信了 和黄毛丫头跟我来比 那以后 还请各位多多担待 公司的发展 还需要靠各位前辈的支持 丹桥在这里感谢了 好 你赵丹桥说要出来干电视 我们能不顶一下住吗 谢谢 好 保持联系啊 好的 一定 好 拜拜 拜拜 张军 老黄啊 老黄啊 你怎么会瞎不过一个小姑娘啊 刚才应该别 那个马 您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 观其不予真君子 你懂吗 别老说 别老说啊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让他想想吧 别吵人好好想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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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下棋呢干嘛呢这是 这 这下棋呢 明夏 赵总 我让你看车子 你却在这下棋 还挺会找乐子的 我 我 我在看着他呀 这不是完好无损吗 你是不是要接着下棋啊 不不不不 稍等一下 各位大叔大伯们 今天特别感谢你们 但是我得先走了 要走了 我还想报一箭之仇呢 但是我老板 叫我赶紧回去 小姑娘 我不得不说 你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呢 愿夺服输 下回儿 咱们再大战三百回合 怎么样 一言为定 好 赶紧上车 好 没想到你还挺会下棋的 还行吧 我以前学过一些 光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这个怎么能说有没有用呢 这个是用乐趣 你现在该学的还没学会 连重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 光顾着追求乐趣 赵总 我也没有你想那么不学无术 其实这是我爸爸 在我小时候教我的 他那个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 所以呢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就学过一些 那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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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我爸 已经过世了 抱歉 没事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不会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些 就降低对你的要求 我也没这么想 喂 志远 怎么了 什么 你们打也太大了吧 这样吧 请后酒吧见啊 一会儿过去 赵总 我弟弟出事了 好 那我给你放在最近的地铁站 怎么了 难道你把我当司机让我把你送到目的地 不不 不 不 你就前面放我去 虚了 对吧 对吧 你怎么这么把屁 要没有我能停那么久 臭屁 什么进度啊 姐姐俩都来了 喝点什么 喝什么喝呀 志远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姐 这个不能只怪他 这是我们俩一起决定的 志远 啤酒了 我喝啤酒 你给我老朋友来杯热水 他还愿了我 是不是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刚刚领的证 行啊你 姐 你是干吗开会呢 我说志远 你知道我工作多忙吗 非被我叫来干吗呀 姐 两位姐姐都到了 今天我就隆重地宣布一下 我跟小德同志 今天正式领证了 小德 你们开玩笑的吧 没有 是真的 恭喜二位新人 你就别瞎起哄了 你看看这两天家里不炸开锅呀 我婶跟小德妈妈都不是水落灯 小夏说得对 这双方家长就不同意了 你们不结婚 我们俩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 就算等我的孩子大了 他们也不一定同意咱们俩在一块呢 小德有没有想过 这孩子没有两家支持怎么养了 而且就这样把婚给结了 得罪了我婶 以后怎么进宁家呀 而且就这样把婚给结了 得罪了我婶 以后怎么进宁家呀 其实我跟我老婆都商量好了 我们俩租房子住 我们之前一直在找房子 你俩可真有主意 行了 姐 二姐 我 我知道 别现在志愿的能力 要让她挣很多钱 是不太符合实际 但是我也不求以后 能够大富大贵 我就想啊 咱们小两口以后啊 都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她的事是平平淡淡的 一起撑起一个家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完全同意 干得漂亮 浩子 别启狠 那你们打算 一直不告诉父母啊 会告诉的 我们已经想好了 等过几天就把咱们爸 咱们妈接出来 给他们做一个坦白交代 对对对对 要等着咱爸妈都同意 我不成第二个随然啊 还说 说什么呢你 我们眼里见着你 算了算了 都已经过去的事了 小德 你们两个既然结婚证都领了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我替这个人吧 虽然没什么大出息 不过经过多年考察 基本上算是一个 善良的好少年 以后你们两个在一块啊 你就多包容了 他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告诉我们俩 嗯 来 为弟弟弟媳妇 干杯 来 来 干杯 来 来 干杯 小德 其实 我挺爱护你的 无论是在感情上 还是在婚姻上 你都比我差 我这个人 太在意别人的感发 太在意别人的感受 我宁心 我宁心就是一个失败者 是个失败者 好了 姐 要不是因为这个事 你也不能知道 虽然的真面目 医获得福嘛 以后 会遇到更好的 姐 二姐说的对 你这么能干 这么漂亮 以后啊 一定很幸福的 反正我现在的目标呢 就是干出一番大事 对了 你们那个薰公司怎么样 别提了 老板今天板着一张脸 跟全世界都欠他 简直是个自以为是大变态 放到柯柯的老板 是倒霉 我们公司那个也是 自私 有客服 就是 就是一个老巫婆 打倒大变态 打倒老巫婆 打倒大变态 老巫婆 打倒大变态 打倒大变态 丹桥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 你多吃点啊 今天又是张妈给你打电话 你才肯回来的吧 你 见过我的那几个老朋友了 你那公司有什么前途啊 收收心吧 玩也玩够了 该是回归的时候了啊 能不能让我好好吃饭 你这是跟妈说话的态度吗 你不是我的上帝 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指点 二十多年前你把父亲赶走 让我失去父爱 四年前因为你横加干涉 让我失去了心爱的女人 你要把我全部快乐剥夺干净才开心是吗 你给我住嘴 看样子我们影响彼此的食欲 丹桥 别跟你妈赌气 她是 她是为你好 丹桥 别拉着嘴 这 书董先生 人世间的烟火 会有多少次无罪的错误和迷失 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 可以抬头望月亮 望着望着就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天哪 姐 你怎么不叫我呀 小夏 你能不能优雅一点啊 你这样都不优雅了 什么优雅 我都迟到了 姐 姐 我上班去了啊 妈 妈 您哪儿现在是凌晨啊 怎么还不睡呢 妈睡不着 整宿整宿都睡不着呀 儿子 妈 你要给妈讨回公道啊 妈 你放心吧 儿子现在就去兰桥国际 一定给你讨回个公道 乖 早点睡啊 老师 快点睡啊 别愿意 别愿意 不 你呢 她们之前 看过了 不 对 敬阳 刘董事长 好久不见了 我代表家父向你表现多好 令尊身体可好 还好 那就好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我到现在还经常想起 我当年和你父亲在一起 艰苦打瓶的名字 好在你父亲 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来接班 我想他完全可以在家里一样甜脸 留意谬咱们 小植以后还有很多事 让你多多提一些与扶持 二位 我们请吧 来 冯先生 董事长 经过我们企划部 分成两组 日夜价格价点 在短短的两天时间 我们队已经拿出了 艾德华在中国的首秀策号案 请冯先生攻读 虽然我和艾德华珠宝的冯董事长 是至交 小冯总 也是我的市值 但是 我们还是要公私分明 同时呢 我也特别感谢艾德华珠宝 对我们兰桥国际的信赖 因为这关系到艾德华珠宝 能否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首站 也关系到我们兰桥国际 能否与艾德华珠宝 进行长期合作的一个关键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镜头会 我相信我们的企划部 一次步行重新做方案 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做出让艾德华珠宝满意的企划案 一句话 势在必得 势在必得 好 那下面 有请我们企划一组的组长 讲几句 师傅 你说 家要离婚的话 肯定是感情不好呀 但是感情不好的话 我怎么还要旅行呢 这么超前的想法 你都不知道我总学的问题 小江 我跟你说 你这思维 可以许多较去的 好 张先生早 陈女士早 你好 出来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晚了来晚了 你看啊 他要化妆的 不好意思 定制的好 上车吧 张先生 我们为您准备了您最爱的矿泉水品牌 陈女士 您的零食也是按照要求准备的 低卡健康 考虑了还蛮周到的啊 对了 看资料上显示张先生是素食者 所以呢 我们的餐店也是按照要求安排的 对对对 张先生啊平时就爱吃素食 其他油腻的一概不沾的 除非有很重要的应酬 一般都在家吃饭 那也挺好的呀 现在男人都爱去外面应酬 张先生这样的人啊已经不多了 这人呢 过分的清心寡欲 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 好 小鲜儿 出发吧 好 爱童话珠宝传承英国传统设计风格 将义精湛 奢华珍 奢华珍贵 拥有它便是尊贵身份的象征 我的方案是邀请顶级的模特 举办一场时尚与皇家气派 相结合的珠宝秀 好 那下面有请我们企划二组组长 讲一遍 我是宁心 说到珠宝 我想大家很快想到奢侈 但是其实珠宝更加代表爱和美 我们计划将莫巴桑的小说《项链》 以情景剧的形式在珠宝信上演出 说到《项链》这个故事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不难想到三点 首先 各个阶层的女性 都有爱美的追求 而爱美呢 是女人的天性 其次 就是关于如何爱美 这就涉及到如何分辨真假珠宝 当然 这是需要后天进行学习的 第三 就是关于诚信 故事的主人公 由于丢失了项链 后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表达出爱美女性 诚信的好品质 通过以上几点 我们希望将爱德华珠宝 赋予更深层次含义 第一 那就是撕掉奢侈品这个标签 让大家相信 每个女性都有拥有珠宝的能力 其次 教会消费者如何分辨珠宝 最后 我们希望传达一种观念 那就是爱与诚信 比珠宝更加珍贵 苏东先生 人 永远不会珍惜三种人 一 是轻易得到的 二 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三 是那个对你一致很好的 但是往往这三种人 一旦离开 就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很可惜 这一切即将发生 我是不是该帮助挽回呢 如果你觉得应该帮助他们 就去做吧 不要为了迎合别人 而改变自己 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去改变别人 苏珠 咱们单单约出来现身 你怎么还在忙着工作呢 你就不能歇会儿啊 跟谁聊天呢 聊得这样 又在充当别人的心灵大师呢 你是我的心理医生 偷窥我的隐私 可不是你的工作范围 为了病人的身心健康 作为心理医生的我 有权利知道她的情感通向啊 你经常给我灌心灵鸡汤 让我相信爱情 那么你呢 我跟你不同啊 我的心理年龄至少比你年轻十岁 现在呢正处于少年时期 看样子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你 我阳光感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 倒是你啊 我觉得你需要多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 最好呢 是重新开启一段恋爱模式 这样的话就不用老是缠着我了 喂喂喂 今天健身可是你约的 本少爷是公务繁忙 舍命在陪君子 别总是工作工作的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很幸福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那个小妞 哪个小妞 还有那个小妞啊 就是你专门为她留着服务器 养着的那个呀 要是你的这些事迹啊 被各大游戏玩家知道 那些人啊肯定得恨地咬碎了牙根 我建议啊 你约她见见面 约出来干嘛 因为你需要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啊 我没有吗 当然没有 你以为呢 要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万把块钱 我才懒得陪你聊天呢 哎 嘿 哥们 这一听就是去玩笑话啊 可千万别玻璃青啊 哎 行了 一会儿咱们吃什么去啊 嗯 那得你请客啊 要不然又说我用钱买朋友 哎 行行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的玻璃青王子 嗯 请 冯先生 明星小姐 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 一起吃饭 你刚拿下了我们公司的企划案 我觉得我们需要沟通一下 这其实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应该的 冯先生你千万别这么客气 我觉得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需要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的工作是你和我对接 所以找个机会聊一聊 叶欣 如果方便的话 就答应冯总好了 这也算是工作内容之一嘛 好 书董先生 你好 如果人都能活到八十岁 那十年对一个人来说 就算是人生的八分之一 两个在一起十年的人分开 这八分之一对他们来说 算什么呢 是 同济中学七十七届一班同学会时 陈萍萍同学 因为崴脚掉队 赵志伟同学就背着他 走在队伍的最后 途中你们在这里休息 互诉生活和爱情的挫折 然后定情 赵先生 赵先生 您不是叫张志伟吗 怎么写赵志伟 是不是打错了 我以前姓赵 现在姓张 不好意思 那我接着念 没关系 随着时光的变迁 你们一起经历了 酸甜苦辣 喜悦和悲伤 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先来 接下来 请你们为你们的情感 画上一个据点 走吧 那 去尝那棵树吧 老张 这都过去十年了 你当时买了 埋了那个罐子是 在哪棵树下面还记得吗 你放心吧 那棵树啊 特别有特点 有两个叉 两个叉 没事 咱慢慢找 肯定能找到 好好好 张先生 是这棵树吗 这棵树不是 这是三个叉的 老张 你不是说俩叉吗 这个呢 这个像吗 这个也不是 那个分叉的地容特别矮 那这会长高是吧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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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是这棵吗 这个是矮的 这棵差不多应该是这棵 这棵这么大啊 我天哪 算了 十年长得这么高 我给 是这个吧 我来 我来 这棵树 我来这棵树 你 非要这样吗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走吧 去下一个地点吧 书冬先生 我拍了一张你兄弟的照片 来 来 好 好吧 请我吃一个 嗯 师傅 师傅 你说他俩感情这么好 为什么要离婚 谁知道呢 或许在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 他们也有过不合适的时候 不是吧 这一天的观察下来 我觉得他俩感情挺和谐的 跟我身边那些情侣夫妻都不一样的 我觉得在茫茫人海中 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特别不容易 他们不仅找到了 而且还相识了十几年 感情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呢 他俩离婚说不定是一时冲动 过几天可能就后悔了 晓晓 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叫私人定制旅行 你又不是明镇局的调解员对不对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 就别操心了 师傅 我也不是瞎操心 咱们既然私人定制的话 就要为客人负责任呢 所以呢 我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要干吗 我跟你说 千万别乱来 老板知道了 可不得了 又是赵总 赵总一天到晚冷冰冰地 跟机器人似的 我跟他可不一样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 说不定到时候他们还会感谢我呢 你 你这是要做什么了 没事 你放心 交给我 哎 哎 哎 小夏 小夏 喂 卢西 哎 我跟你说 那个新来的小夏 对对对 出了点状况啊现在 你赶紧跟老板说一下啊 啊 好好好 我现在过去看着 我要情侣套餐一份 没有听听吗 好的 先生 好 好 丑老师爷 你干吗 是要跟我求婚吗 跟你求婚 你当我瞎啊 那你想干吗呀 这家餐厅 本来就是人家约会求婚的地方 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往这一做 本来就挺奇怪的 哎 你又非得点什么情侣套餐 你这不是让周围人类的目光 更加地刺眼吗 你没看见吗 一哥哥 都跟利剑一样的刺在你我身上 喂 我是来考察的 知道吗 考察什么 考察我对你的真心啊 你看 这是我们城市求婚率和情侣约会 排名最高的餐厅 我想看看他们设计的情侣套餐 到底有什么玄机 那你应该带个妞儿来呀 你带我来干什么呀 不是我说你啊 好好的兰桥国际不去接班 非得自己开什么公司搞什么应用 大少爷 你已经三十多了 还在判你戏呢 兰桥国际那是刘兰芝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吗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 刘兰芝是你亲妈 就算你不想承认 你也是她身上割下来的那块肉 你别说得那么难听行不行 不是我形容的活性 是你心态有问题 丹桥 其实有很多问题你真的要去面对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你真的 不应该那么地去接应 就比如说 你妈的问题 还有徐璐的问题 你都应该去面对 够了 别刺激我犯病 行了 行了 对了 你让我替你去打听你父亲的下落 没有什么消息 难道 她的这个世界消失了 或许 她已经出国了 多二十多年了 你说要是你的父亲站在你面前 你能认得出来吗 她离开那会儿 我才四岁 所以我只能记住她年轻时候的模样 稍等 你好 好 是 我知道 好 我马上过去 好了 我先走了 这顿算我欠你了 下一次你选地方 你妈说走就走的 那这情侣套餐怎么办 就当是给你左右手点的吧 让他们好好庆祝一下 嗯 先生 您是不是和男朋友吵架了 好 你哪个眼睛看出来 她是我男朋友呢 我懂的 虽然吵架了吧 但是我们单身也要快乐哦 请慢用 来 靳阳 尝尝一下 这是我在武夷山的茶医师特制的手工盐茶 你怎么办 父亲也爱喝茶 我知道 身在异国他乡 喝茶也许是最好的解乡愁的方式 所以 我准备了一些好茶 你走的时候带给你父亲 那他也感谢刘役了 你爱喝茶吗 我还是咖啡喝得多 不过偶尔也喝茶 换下口味 你 执席还好吧 还好 我当时因为工作太忙 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 我想 好像你们结婚应该已经快三年了吧 是 已经三年了 我以为你这次回国 执席一定会陪你回来 她也挺忙的 对了 尤姨啊 单侠还好吧 最近怎么样 那件事 是不是她的心结还没有解开 我想 她总有一天 会明白我的一番不幸 你们公司企划部那个宁小姐 她来了多久啊 我集团上万号员工 我还真的没太注意过她 静雅 你刘姨是过来人 很多事情 我是看得懂的 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 主次要分明 千万别玩出谷 否则 你刘姨饶不了我 谢谢刘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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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晓晓 你干嘛 都死了 老板知道要找你算账的 你紧张什么呀 我也是为他们好 这一天下来 我发现他们俩 根本就没有放弃这段感情 所以呢 我要给他们点时间 让他们好好考虑一下 你给他们考虑啊 老板知道了 你还要炒我鱿鱼的 你知不知道 钥匙赶紧来 没有 你别紧张了 来 我请你去喝茶啊 喝什么茶呀 我让我去 我怎么快哄 你会死安 你不ո是 你这可是现在 你会死我 Vi心里 我可以 不会 你会死 Chicken 我会死亡 跟你是 那可能 你那么快 你的 世务 你 你 我不想 我 王秘书 把企划部宁兴的档案给我调出来 吃饱了 吃饱了 你怎么样 吃饱了 我走吧 帽子 帽子 谢谢啊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怎么了 门怎么锁起来了 锁起来了 怎么会锁起来的呢 小夏 小夏 你在哪儿呢 这门怎么锁上了 江先生 陈女士 你们先别生气听我说 其实我今天发现你们感情真的特别好 所以呢 我想给你们一段时间好好相处一下 希望你们可以放下芥蒂 重新开始 你这孩子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快把门打开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我 我 我 你怎么来了呀 你不惹瘦我能来吗 我问你是谁允许你这样做的 我 我 我只想帮助他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生活 我 我 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想一想 难道只有你宁夏是深思熟虑了 你讨厌我用有色眼睛对你 你自己呢 你听清楚了 一会儿他俩出来 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决定 你永远不用再回公司了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对不起 开门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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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麦卫总裁赵丹桥 我为我们公司员工莽撞的行为 向你们道歉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 赵丹桥 怎么 你们认识啊 不不不不 我们初次见面 我们会免除这次履行的全部费用 其他赔偿让我们公司的法务部 和公关部的人和你们联系 真的非常抱歉 算了算了 毕竟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希望您不要难为小夏 毕竟小夏这一路呢 也非常用心地跟我们完成了这次旅行计划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碍事 赵丹 赵总 没事没事 我们没有不高兴 没有不满意 虽然我们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是我们依然要追求真爱 婚姻的目的 不是委屈求全合适在一起 是为了幸福和快乐 小夏 希望你将来呢 有一个幸福的爱情 赵总 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 有女朋友了吗 我希望你今后啊 一定要找个你爱的和爱你的女人 事业和财富代表不了家庭的幸福 好了 我们对这次的旅行呢 感到非常的满意 后续的赔偿呢 也就算了 小夏 也非常的感谢你 刚才我跟老张呢 在里边聊得非常的开心 现在 我们已经释怀了 都放下了 真的非常抱歉 司机 赶快送这两位客人回去吧 好的 张先生请 张先生 陈女士 我希望你们能够幸福 也希望你们以后 都能生活得精彩 谢谢 谢谢 赵总 认识你又特别高兴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走吧 赵总 你 你 赵总 你等等我 赵总 赵总 你等等我 赵总 你把我落下了 赵总 赵总 你把我给落下了赵总 赵总 赵总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想要开除我 但是 这荒郊野岭的 要不 你把我带到市区 再开除我吧 你不是本事挺大的吗 能把客人关在包厢里 这能难到你吗 但这 这丁也叫不到车呀 你的能力不是很强吗 随便路边来一辆就行了 赵总 我知道错了 可是赵既然叫到车了 是多不安全啊 是吗 是吗 那我是最危险的一辆 还有 明天你不用来公司拿东西 我会让Lucy快递给你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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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耗子 这个时候不接我电话 对了 收下来 这是 这是爱德华珠宝的产品 小小心意 还请收下 宁小姐 我对你的才华 非常的欣赏 很文艺 我很喜欢 我相信爱德华珠宝展 在你手里会办得有身有色 祝我们合作一贯 冯总 非常感谢您的赏识 不过您刚刚说的那些事情 都是我分内的 谢谢您的好意 这个礼物 我不能少 宁小姐 我们冯家的生意遍布全世界 你知道在南非我们有钻石矿 在澳洲我们有酒庄 在英国我们还有古堡 其实我们有半年的时间 都会在天上飞 那你也真的很辛苦啊 但是我身边缺少一个 像你这样的有才华的 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是工作聚餐吧 既然如此私人的话题 是不是可以不用再聊下去了 我会在这里 喂 姐 你赶紧来救救我吧 你在哪儿呢 怎么了到底 我在南郊农场呢 我被老板落在这儿了 好 你别着急啊 你发个位置给我 我马上过去找你 行 那我等你啊 姐 我发现一个压力的 可以忍受到 但是我也想一些 可以忍受到 我还懂得 弱解 傍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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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我真的好想你 我什么都做不好 赵总 你方向感还真是不错 你这样总要走到明天才能到家你知道吗 赵总 对不起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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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 不好意思 我妹妹已经安全上车了 您看 找个方便地方 帮我放下吧 前面就是江边 我们下去逛吧 看看这个万家灯火 这个城市的业绩 一点都不比香港差 总有一天我会让爱德华珠宝 成为这个城市上空 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当然了 一定会的 好美啊 这么多间屋子 这么多盏亮着的灯 什么时候才会雨晨 是属于咱们的啊 很快 馨儿 你知道吗 他们都说 这座城市是实现梦想的好地方 我相信总有一天 不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 到那个时候啊 我在咱们的卧室里 摆一张大大的床 我每天都可以搂着你 滚过来 滚过去 滚过来 滚过去 来 到时候咱们宝宝的卧室啊 我把她的墙壁全刷成海洋 给她买好多好多喜欢的玩具 我让我们的宝宝健康快乐地成长 冷了吗 冷了吗 要不要我把外套给你 哦 我没事 谢谢你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人吗 人民人 以历生准备 锅 你准备到家了吗 是的 我要去家了 你今天与你的表演吗 没有 我的老师不太好 你英文学得还挺快的 说明你记忆力不错 我都拉别人那么多了 要不好好努力怎么赶上别人呀 你等了这么半天都没有人来接你 看来你日常人员不怎么样啊 谁说的呀 刚刚我姐就要来的路上了 实在不行 我还有个特别好的网友呢 网上的朋友你也相信啊 是人是狗你都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懂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呢她是最了解我的人 而且我什么秘密都跟她说 谁有八九是为了收集客户资料的网站 是不是手机里垃圾短信特别多 你浪漫情怀都没有 我大学就做过这种事 为了手机资料做市场调查 还做了一个APP 这么厉害 你 你还会做APP呢 那现在呢 什么现在 就 现在怎么样啊 我可以去下载啊 不 做完毕业设计之后 就再也没用过了 下载不到 用我提醒你什么事吗 你就是说那个明天材料啊 你不要以为开除你的事情 就不算数了 我知道 你来接我完全是出于 人道主义精神 而且 我根本就达不到 你对员工的要求 我离你 对员工要求可差得远呢 没关系 一会儿到了市区之后 我蹭了一下 就消失在你面前 保证不再出现你 挺有自知之明的 不错 喂 我是赵饭桥 为什么改变麦味的投资计划 之前我们不是草签了 战略合作意向书吗 是 好的 拜拜 已经到市区了 你现在可以自己回家了 下车 姐 你回来了 我这一路上千辛万苦啊 才回到家 累死我了 姐 你没事吧 姐 你别哭了 洗个澡 睡一觉 满大街男人都比孙元强 放心 我没事 给我点时间 我相信 时间一定可以冲淡一切的 可以了 张妈 丹桥回来了 哎呀 你怎么不提早说一下呀呢 丹桥了 今天正好做了你爱喝的汤 等会儿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吃饭 不用了 她呢 太太在书房呢 你不是最喜欢和我做的菜鱼汤吗 工作这么辛苦 得多吃点磨磨 我要了 上个星期托周经理 烧给您的策划案您看了吗 什么策划案 酒店网络平台 王秘书一周要给我看好几十个策划案 我哪记得字那么多呀 晚上留下来吃饭 我们想做一个网络平台 整合国内酒店资源 专门制定一条路线 客户巡围 情侣 夫妻 蜜月旅行者 对了 你说我才想起来 蓝桥高尔夫基罗部那边急需管理人员 你可以从你那边挑几个有经验的人 过去帮忙 这种新颖的模式 能给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同时也能够为赵氏集团旗下的酒店 起到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还有啊 我上周才看到 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 你看 能不能暂时不看财务报表了 妈 现在就差启动资金了 这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已经非常完善 你还记得我这个妈呀 刘董事长 请你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公正地来判断 这份策划书 你是蓝桥国际的继承人 蓝桥的事情你不管 你偏要去弄那些过家家的事情 弄成了 无足轻重 弄不好 还给蓝桥丢脸 那是你的蓝桥国际 在你心中那是比我幸福更重要的蓝桥国际 与我无关 而麦位 是我自己的 是我的理想和事业 小乔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放下了吧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蓝桥国际早晚你要来打理的 再说 理想是什么 你小时候的理想还要当火车司机呢 对 说完之后你就给了我叶耳光 理想是最虚无缥缈的事情 就像现在 你都不会走 你偏要跑 我要现在不拦着你 将来摔的时候你就知道疼了 在生意厂上 你这种级别的人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我家里跟我谈理想 还有 你那个东西我根本不需要看 我就知道 蓝桥国际在这里面 肯定是给别的酒店街头的前客 我们要的是市场份额 而不是个体收益 只要创建了这种新型模式 必然会被模仿进而广为人知 蓝桥稳固的招牌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别的新型酒店无可替代 很快市场就是我们的 蓝桥即将会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自以为是 和你爸年轻的时候 一个德行 如果你还记得这是你家 记得有我这个妈 就不要跟我谈什么策划案 留下来 陪我吃个饭 留下来 陪我吃个饭